大家好,我是阿胖 今天用土豆冬瓜来做美食 土豆洗干净,削去外皮 然后切成薄片,不要切太厚 切好之后放入盘中 均匀的铺开,然后放入蒸笼里面,蒸熟就行了 趁着蒸土豆的时间,把大蒜剁成末 然后再切一点姜末和葱末 放入碗中,放一边备用 喜欢辣的可以加入青红辣椒 我这里用了小米辣,会更辣一些 现在开始处理冬瓜,冬瓜削皮 然后对半切开,把里面的瓜柔去掉 再把它切成滚刀状 切好之后先放入碗中 再准备一块五花肉,剁成小肉丁 土豆现在已经蒸熟了 香里面煎入一勺食用盐 然后用擀面杖把它捣成比较细腻的土豆泥 分次少量加入土豆淀粉,不要一下子加太多 先搅拌均匀,感受一下面团的软硬程度 活成软硬适中的光滑面团 像这样能够包成团就行了 再搓一个和鸡蛋黄大小差不多的丸子 顶部再捏得尖尖的 一是好夹菜,二是好熟 像这样,像个小蘑菇就行了 放入中容里面 不要挨得太紧,要留点空隙 冷水上锅,开大火蒸15分钟 接下来另起一锅开小火 先把五花肉煸至两面金黄 开小火慢慢的煎 煎黄之后下入葱姜蒜末一块爆香 炒出香味 加入一勺黄豆酱 翻炒均匀 加入一碗清水 再加入料酒 老抽 蚝油 白砂糖 和食用盐 再把切好的冬瓜放进来 盖上盖子 先焖上10分钟左右 炒均匀 我们的土豆也已经蒸熟了 可以看到非常的柯油痰 像个小奶嘴一样 黄黄的特别可爱 10分钟后 把蒸好的土豆放进来 盖上盖子 焖煮5分钟 出锅前 加入辣椒末 最后再勾个芡 就行了 翻炒一分钟就可以出锅了 再撒一点葱花 哇 都已经忍不住要流口水了 土豆和冬瓜这样烧 真的是太香了 土豆可又弹 冬瓜又入口软烂 真的是超级好吃 喜欢的话就先收藏起来吧 有时间做给家人吃 谢谢您的观看